寒荣空又是告诉我们的 祝佛菩萨的行量 寒是包寒 包寒虚空 荣是荣哪 包荣 包荣万有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佛门常常讲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心包太虚是寒 寒空 亮周杀戒 是荣有 这是我们的真心 这是我们的本性 祝佛与法身菩萨 都是这么大的行量 所以它能包容 我们说佛提升到这个境界 你就发喜充满了 你真有享受 一天到晚笑眯眯的 长生欢喜心 别的人 找你麻烦的 回报你的 侮辱你的 陷害你的 一笑了之 为什么呢 假的 它能伤害你 伤害你的身体 伤害不了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是 精高闹诺延伸 没有办法伤害的 那么如果这些 回报 侮辱 陷害 给主说 好事 不是坏事 对待这些人 还要生感恩的心 他消我业障 我们在六道里头 无事借来 你是造多少 我业 这业障怎么消除呢 他们这些人 用这个方法 对我 我恭恭敬敬的 阿弥陀佛 完全接受 业障就消除了 如果我要不接受 好了 这个业障就对立了 越接越深 深深失失 没完没了 那就错了 那学佛就不学了 那我这样原谅他 包容他 不是便宜了他吗 是的 我们是便宜他 可是他自己 他造的畏业的时候 他有夜报 如果你要看到 他夜报的时候 你就想 你会生怜悯心 他太可怜了 那是什么 他自作自受 谁都不能帮助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帮不了他了 他必须在地狱里面 把罪受满 就像犯罪了 犯罪他也受刑罚了 行星满了他出来 佛才能帮助他 这个很可怕了 非常可怕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非常有道理 害人就是害自己 你能害别人 我常常讲 你害人呢 人家顶多只受三分 你自己要受七分 你如果真懂得四十真相 你肯害人吗 不干 不会再干这个傻死了 这真正想 愚痴到极处 可是今天世界上这种人 有没有呢 有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古圣先行的教育 丢掉两百年了 前一百年 疏忽 有人讲 没有人做 所以国运都摔了 那满清亡国 那这一百年呢 不但没人做 讲的人都没有了 听都听不到了 又是多可怕了 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 那我最近 有听人讲的时候 有这个瘟疫已经开始了 这很可怕的 万亚国人所讲的一些预言 包括这些科学家 讲的银和对齐 虽然有一半的科学家 认为 不是那么严重 可是有一半的科学家 认为非常严重 我们是佛弟子 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我勉励我们尽忠同学 我们要认真 要念佛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把其他事情都放下 心是阿弥陀佛 口念阿弥陀佛 生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一切恭敬 我们自己的业能转得过来 冤情债主 害我的人也都是阿弥陀佛 他用不善的心对我 我用纯净纯善的心对他 我将来到极乐世界去 他将来到阿弥陀佛 咱们去的地方不一样 这一部经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导游的册子 介绍的这本书 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把这个书念清楚 念明白了 真信切运 决定的 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地球上人不会死光啊 有人告诉我 大概要死五十亿 那死五十亿还可以生二十亿啊 当然 如果是供业 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客气取证啊 欢欢喜喜的 如果灾难之后还留下来 那就有任务 我们要红发立身 要教化人 教化众生 那都有任务 这是佛门弟子 印尽的一点天职 要帮助苦难 要帮助苦难众生 要以身作则 我们自身给他做个好朋友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沟所提就是 整个宇宙 佛法里面讲的是 变化界是空界 这这就不能破坏了 魔后说 故 故愿 故中 众生 三业 庄严 这极乐世界的众生 身口意 三业庄严 体故 身体兼顾 如金刚 立强 如 那罗也 同居 殊身 身体 这个介绍 是一方 极乐世界人的身体 金刚 不坏神 到那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疾病 永远没有衰老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世间 一切众生所期望的 到极乐世界 你就都看到了 我 我 谢谢观看